任何關心驚險車禍 台中一名轎車架勢強快違規左轉 造成對象一名騎士反應不及撞上 當場撞飛 全身有多處骨折 另外在烏日 一輛轎車擦撞到路邊的護欄 當場側翻 還往前滑行了好幾公尺才停下 而在彰化的張濱路橋上面 有一名女騎士跟轎車發生了碰撞 女騎士是倒地 只差幾公分 差點被碾過 集合騎士停在帶轉區 前方路口一輛黑色轎車違規左轉 突然碰的一聲 對象一名騎士反應不及 從車頭撞了上去 騎士喷飛撞擊帶轉區的騎士 更是彈到地上 一旁騎士嚇得趕緊停車 打電話報警 轍回意外翻 在台中南屯二號下午四點多 黑色轎車沿著環中路 搶快左轉 對象騎士綠燈直行 撞了上去 全身多數裹折 幸好就以後沒有答案 而在烏日環河路 於無光路口 一輛灰色轎車通路口時 不慎擦撞路邊護欄 當場側翻 跟著滑行十幾公尺才停下 駕駛受困受傷 交友人員到場 僅僅將人固定在常備板上 送一治療 求意外 還有彰化張斌 竟然巧上 紅衣騎士與轎車並排行駛 突然越騎越偏 碰撞轎車後 連人帶車當場倒地 就而駕駛疑似沒察覺 當場黑走 警方一具車牌 通知86歲的先駕駛盜案 依肇事逃逸罪 移送法辦 介紹中部中島